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 此刻披荆斩棘2的C位是郑军 从第一期出镜安排来看 节目组也是相当看重郑军的 然而 第一期个人喜爱度出炉 人嫌棋人心所向地排在了第一位 会不会也像浪姐3一样 原本的剧情最后竟然因为观众的喜好而改变走向呢 郑军何许人也 为何能与人嫌棋比肩 为什么说如果人嫌棋再次爆火 局面会和王心灵大不相同 乱乐坛名气 郑军肯定是不如人嫌棋的 甚至不见得比张志玲高 因为在音乐层面 他更多只是一个踏踏实实做音乐的唱作人 从王妃为他打call 我们可以感受到 郑军这拨人和都为性格有些相似 多少是有些特立独行 适才傲物的 虽说54岁的年纪 在披荆斩棘2也算不上长者 但不知道是否节目故意安排 每次其他明星哥哥们登场 比如陈小春 张志玲 任嫌棋等等 郑军的起身 多少脸上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是否等着媒体放大这些小情绪 从而制造冲突和节目看点呢 外人不得而知 录制节目时 郑军也不太愿意可以打扮自己来取悦观众 自己也在节目中表示 这一切都是老婆刘云的安排 称其为班主任 想想一向低调的郑军 在2013年参加中国最强音作导师 也是同年与现任妻子刘云在马尔大夫举办了海岛婚礼 后来 郑军还参加了爸爸回来了二等综艺 这次上皮鲸斩棘2 阿朵还调侃 如果是被逼的 你就别点眼 这话大约有两层意思 一是说郑军表现不自然 二是说明郑军平时应该曾表达过自己参加节目的不太情愿 年轻嗓子豪 英俊帅气时 尚且淡薄名利 周老年时却要出来上综艺 玩PK 郑军心里多少还是有道坎儿 但无论如何 在怨民 尤其是在赞助伤心中 是非常认可郑军江湖地位的 左右人贤棋和张志玲 多重权衡的结果 虽说披荆斩棘2首先邀请的是陈小春 陈小春在根据邀请两位老成员的规则邀请了张志玲 但是张志玲和陈小春两人在第一季的影响力是不相上下的 而形象方面 张志玲无疑更胜一筹 陈小春的蛊惑仔形象多少有些局限性 披荆斩棘2为了不让人有心评装旧旧的感觉 不被诟病全是第一季的 何必做第二季 等等就必须提升本季嘉宾的重量级 而人嫌棋无疑是嘉宾中最具杀伤力的 一首伤心太平洋引发的全场大合唱足以说明一切 可以想象当他唱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心太软实 比将出现更感人 更有冲击力的轰动时刻 所以 三人同时登场 除了一个中国内地 一个中国香港 一个中国台湾区域上的代表性之外 更重要的是一个代表第一季的回忆 照顾好老观众 一个代表曾经的时代经典 代表情怀与回忆 同时也给足节目人气 一个代表实力音乐人 代表中国内地音乐的崛起 看过《浪姐3》的人都知道 王心灵完全是一个意外 原剧本应该主要是郑秀妍与谭维维的舞台 没想到却因为观众的喜爱 硬生生将战局扭转过来 乍一看人嫌棋如今登顶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是否有些似曾相识 其实不然 首先 人嫌棋和王心灵不同 她又始至终应该都是披荆斩棘2的核心人物 但前面有《浪姐3》王心灵的先例 这次又一葫芦画瓢搞出个个人喜爱度 不排除是为了让节目更精彩 有剧本的可能性 其次 王心灵这些年 虽然也有作品 但基本上很少被关注 尤其是对中国内地观众来说 甚至可以用销声匿迹来形容 人嫌棋不一样 她如果再度大火 准确说应该不算翻红 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众饰演 一直都挺红的 所以算是在上巅峰 王心灵火得突然 有些铺天盖地之势 但热度消失的也挺快 很快趋于平静的背后 多少与作品影响力和数量有关 在这方面 人嫌棋基础要好上许多 因此一旦风火燎原 更具备持久火热的态势 因此 如果说《浪姐3》火了王心灵 算是一波浪花的话 那么人嫌棋如果能顺势而起 再度发力 那或许将会是一股持续狂欢的浪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